好 请会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那我们接着上次的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破摄印 受想行 现在讲到思韵 这种维系的境界 即便在讲多明白 我们只是揣度而已 为什么 你没看到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要讲 等于是打个预防针 其实这个打预防针的 从一个负面的 是不是也是反显我们的自见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我们在佛法里面 他经常破写显证 你看 破写得以显证 尤其是在中论里面 很明显的讲 自生不可得 他生共生无因生 他把所有生的可能分成四类 所谓所有分成四类 就是这四类代表所有 那如果这四类代表所有 我只要把四类破了 那所有生都不可能 他有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性在里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常是透过负面的 包括世间的 常常比如说 在佛法英明的论证当中 再谈 谈到最后 就会你讲你的道理 讲到最后发觉 在世间里面 找不到你说的那个事情 就是 没有这种事实的 没有时事 就是没这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讲道理 但举不到一个例子来佐证你 就是没有例子 你可以自己编很多道理 但世间里面找不到举例 终因欲 欲没有 欲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在 很多 在佛法里面 他会用很多的方面辩破 其实并不是一味的 比较以更加亲近我们的知见 那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见之后 当你进入到 我之前谈了 就进入到里头 那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有知见没知见 会察觉上了 当你如果有知见的话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当初的道心要很真实 然后你的知见要很真实 这两个会带着你突破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举那个例子 就是说我到医院最大的 我的道心是治好病 好 那所有所学就是为了治好病 不管是看医生怎么样都会治好病 所以如果这份心很真实 当你掉入到某些执着而不得自在 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你刚掉进去不知道 但你掉进去 久了以后你发觉 就像活头他掺学外道 他也都圆满他们所教的这个境界 可是他后来发觉 所有问题就在怎么样成就多高 他那个老病死没超越 他就抓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他的道心很单纯 我就是要超越生老病死 所以他才会一换再换一再换 所以我们在你看他不断的参学外道 和我们所学的不大一样 他目标很清楚 我就是要解决问题 那我们有时候这个核心目标只是一个笼统 我们现在很多修学就是很笼统 我要解脱 然后就是我现在要修行 就是这样很笼统 那问题不想进一步了解 那何谓舒服 路没有厘清就是带着一种很抽象的 大家都这么说的概念 我要发菩提心也不问一下怎么发 那发成什么样子也不问这个 我要解脱 那我要修 那为什么这个修就像常跟大家讲 就是谁跟你说 还有你怎么去确认念佛可以往生 净土跟说佛这两者之间 为什么透过念佛可以转 同样在修 同样在念佛 为什么结果会不同 要问呢 你这个道心如果去 你如果有这一份很真实道心 你所求会求圣洁 会求真实的理解 因为病苦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一个核心目标没有 你到一个地方你不会想去突破 你看世尊换了很多地方 可是他怎么换都没有换掉根本的 他的那位心 他很真实 所以他怎么教他走到哪一段 就把那一段学完 学完了以后发觉你在上面也没有了 我已经圆满了 所以到最后他连苦修都到极致 换句话他透过他的苦修 可以证明苦修苦行没有 如果他自己苦行没有到极致 他凭什么证明苦行没有 别人讲说你没做彻底 你凭什么讲 对不对 他该持守都持守 他才有资格讲 所以他这一条路其实在视线 活头这一生都在视线 所以我过去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讲 过去我们把这个当做一个故事 我发觉活的一生就告诉我们路应该怎么走 他的目标很明确 目标很明确 所以他后来不是到最后我们讲说 他往外寻寻觅觅 乃至利用苦行都没有 结果真正答案是什么 反观 他反观以后看到此生彼生此灭彼灭 才成活的 这个缘起 那大家也不要说 要活在菩提树下观缘起 结果我们又把缘起当做某一个道理 不是 他就看到一切法深深灭灭 生老病死都因缘生 无生老病死 这时候 因这样的智慧 他超越了生老病死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 那一份道心他不断的驱动着 所以当你修行落到一边的时候会不安 你就算偶尔治病知道某些状况可以 可是发觉你的病状怎么起起伏伏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你也会不安 你不会以少为主 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上会模糊掉的 就是其实很大问题是 你对修行这件事情根本还模糊 所以你才会东摇西摇的 那既然有心 那我们就要建立文师修的之间 所以我也就是说经常很感慨 就是有人在问一些问题 我说这个问这个问题 怎么还在问这个问题 怎么还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不然可以稍微讲个一个所以然 就算不清楚至少有个方向 你不能学到最后 都只会讲明相 但没有自己的方向 这表示我们一路上的文师修 都虚假 你对于你这样的修 确不确定 不确定应该早确定 你不确定怎么修 对不对 你应该积极的去做 虽然不确定 但你做当中不断的自我发觉问题 不断再确认再确认再确认 去寻求善知识再确认再确认 确认完了就修 修了再确认 就是这条路 然后他自己心就越来越实在了 你没做你不知道 你没做你就不知道你的理解有问题 所以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 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人 一个问题开始就要套明相了 听到就很头痛 你如果碰到不是学佛的人 他们不是学佛但智慧不差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佛法转为他能懂的语言 他可能因此而求得悟 问题是他有这种慧根 但他没有活学明相 你要重新跟他讲活学明相 你知道他要让 他根本就越弄越复杂 换句话说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道理 就可以直接点醒他如何误入了 因为佛法在世间 所以我经常讲说 活头当入也院的时候 对吴比丘讲的话 我想他的名相比我们懂得少 因为第一场 第一场 第一场应该还没讲什么 但他讲的苦很简单 他可能没那么多名相 但他说出了苦的味道 事实上当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是智慧不是名相 所以你会用智慧借着世间的缘起 引导他的缘起之间 所以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练习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他很深 他境界很细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容易去体会 到底为什么 尤其是我们的身心如果还很粗重的话 要讲这个很深细很深细 连去想象 有时候都想象不来 无法去想象 因为离你的经验太远了 但这也无法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这里学 乃至从佛法里面在很多地方 在讲是 讲对讲错讲是讲非的时候 你千万不只是调在说 我得到一个结论 为什么他错不知道 反正佛说他错 我就认为他错 就是喜欢得结论 不得智慧 然后就是这一套方法 就是见到同一类的东西 就把它掏上去 所以有的人觉得我学到是笨了 如果教学如果不懂这个道理 我也会把人家教笨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是缘起的 因缘变化 无止无尽的 所以这当中实在无意法可得 为利益众生强安利彼此 以便于接引众生 那我们现在是 在整个缘起的认知当中 为了利益众生观察他的根性 立出彼此 但说法者 却因为所学去将印了 就把他立出一个实在的彼此 如果他把那个彼此当成实在的时候 他自己就印了 是不是 他自己都尚且执着 他怎么去挑开来 是不是 就是这个问题 他自己定死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自己 所以传导出去的佛法 也都是这种僵硬式的 他没办法透到这个原点 就变成把人家 本来是很单纯的 把它画线条 从此以后看东西 就用他那个坐标 就用很多东西带着佛门的色彩 问题这个佛门还不真佛门 是他都用佛法的名相 佛教的生活习惯去解读一切法 就不是真的智慧 这个要留意 所以见到人只能讲佛教语言 他不能用世间语言引导人家的智慧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从这边 也开始慢慢淬炼自己的之间 我们希望是一个自由人 是自在人 是有智慧的人 而不是一个入了佛门以后 就框框的 那该清楚的不清楚 然后就框出条线来 因为智慧不得自在 所以执着照样执着 不理生死 他没有一点解脱 因为他看不清楚 因为他的无明 他的愚痴 始终还滋润着他的生死 所以我说最源头的是 那一个愚痴无名 他不断地让你的生死无子无亲 所以我们所有所学的无悔就是 让你长养这样的一个智慧 因为根源前面讲的 最初胜法 初胜就是十二元起当中 无名最为强胜 当然波折智慧最为殊胜 也往过来 解脱也是在这里 自见也是最重要 我知道很多东西定不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再谈到的是世运 世运你看 色 受 想 行 行是不断地 它已经够细了 因为它不会再形构很多概念 画 影像这些东西 因为想是建构影像 它只是一种造作性 一直流动着 所以它没有旁边的色 受 想的花样 是不是够细的 但它的流窜性很勇猛 生生命命 生生命命 所以这个东西 一旦一元 它就展现出来 就像前面讲 色受想行运 已经降虎 或是方便说破 那碰到执着 你看色又跑回来 它又跑回来 所以 法法相应 法法相依 这个只用这个在 那个就会在 所以我不是想讲 我修了老半天把所有烦恼都赶出墙外 这够辛苦了 那个多用功 只要一起颠倒 回来吧 全部都跳回来 想当初我以为你们就远离我而去 可是他们说 没有啦 我也知道你随时会叫我们回来 所以我们都假装的 我是一时知道你情绪不好 但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你不是真的厌离我 所以你赶我 我们也就让你消消息 我们就在墙外等你呼唤 白天你理性的时候 我们就躲出去 晚上你迷糊的时候 我们全部又回来 你看你做梦的时候 都想到我们 对不对 你看 哪有理解 是不是 修行精干这种无聊事 你信不信 问题我就讲说 连这个事你都看不到 所以我有时候在看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们在看 有时候我们谈是利益众生 那其他完了以后 就各安天命 各修各的 听的人自己修 讲的人好坏 你自己清楚 你不要以为讲的 就比听的高 这个高不高 低不低 反正你也很难比 除非你有神通 宿命通 或者你只有命对你自己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可以谈的境界很高 可是我们的修行烦恼 可以很低 我们乃是同样的烦恼 我们如何看到 同一个烦恼 我们这中间 自觉分有没有进去 有时候有的人最怕是 烦恼而不自觉 这个就是连 不知道怎么救 因为他连错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 修行修得很苦恼 但发觉他的自觉力却在提升 这不就感应了吗 因为很多众生连绝这个都没有 连绝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发觉 死不上力 但知道不对 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不对 不是因为佛法的道德义务 逼着我认为我不对 这个不究竟 是在真的远起道理知道 这个东西会让我生死 而不是基于因为我信他 所以我要接受他的规定 那为什么对错我不大清楚 我就以他说的对错为对错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就赢到你的真智慧 当你这一份的绝慢慢升起的时候 这其实就进步了 就进步很多 就进步很多 好 我们现在再看 这个我们上次看到308页的倒数第三行 因为我们这个色寿想行 行那个造作性也窒息了 是不是变成怎么样 那个油这个行造作会引申具体的 就是我们讲的爱取油 对不对 那这个油就会开始生老死 就会有不同的生老死 那连这个强烈的造作性的生灭性 是不是也止息的时候 变成我们过去的那种贪取心 开始慢慢 我们一层一色分别的心 因为色破了以后色的分别就被剪了 欲受因为受而起的分别 是不是因为受降伍之后 受的分别是不是也停了 所以他是不是越来越澄清 那连行都降伍的时候 那个六根的造作 是不是开始发觉 它可以衍生出差别 但可以收为 就是说六根 六八四 这个我们讲四基本上是以第八四为主 这里是讲第八四 虽然所有四都含在八个四都含在四 但这里足说的是八四 第八四 你看 当阿赖耶士种子献形的时候 是不是献出种种的法 包括六根六成 可是一旦 熏为种子的时候 是不是又融为一体 只要因言触发 是不是又显化出来 烦恼人是如此 但如果佛呢 那佛就是灵活了 所以一个是被业力习性驱使者 种子献出来献形 展现果报了 然后又 他就不断 因为我们是不断地在 作用当下就熏难 熏难又起作用 熏难就起作用 所以我们修行有时候会在环境当中 整个大环境 这个大环境有时候 在某时候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它叫潜移默化 那对一个根性很强 它可以尽量不受环境影响 但就一般来讲 整个环境 人 事物 其实对它很重要 所以整个修行 久了以后 才会转化气质 或者久了以后 我们如果修行 你看把它放到不同的地方 不是梦母三千吗 你把它放在不同地方 它就会开始吸 吸久了以后 那个沉定型 要再褪色就染 要再染新的颜色 就不容易 所以一个初学者 他的修行 一开始很重要 那不然以下那个就是 要断不断 带着世俗 又没有彻底去除 到最后在修解脱道的时候 那个世俗难无心 经常抬头 这时候不加以对峙 那变成就是佛法跟世间 就是毒药跟药合在一块 就不清净了 所以经常用染污心修学佛法 久了以后 佛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清楚 因为它经常带着 又没有办法去除 又没得引导 到久就合在一块 就有时候把这个药变成毒了 所以它的环境 熏息是一个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它是 我们同时现出来 我们马上面对镜 马上抓起这个镜 马上抓起镜 马上又熏自己 所以熏不是往外熏 是当下现当下熏 所以日日夜夜的熏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想它开始到 这些都没有到 它隐藏就看到 一切万法 由此生的根源 就是第八世 这个第八世既能生一切法 但它本身是 恒而不审 审查的神 第七是恒而神 因为它一直抓我 第八是恒 它的恒就是长久 因为它里面是一直生命 因为阿赖也是 还有这个无名 很重的无名 它要我法子 当我职去除以后 它才转为叫义手士 义手士的那个无名 在去除它才叫无构士 它本身这个当中 无名性是不是还在里头 但这个无名性 是一个很根源的 我们这个东西会衍生 眼耳鼻舌 生乃至我们色受想行的 这些照说性 它具有这些种子 但因为这个种子 如果不预言的话 它不会生 所以当我把色受想行 给降虎的时候 这个士是不是很稳定 它就像一个宝藏 只要圆就发 但它现在有没有发 因为没有色受想行的刺激 我们前面不是讲吗 我们现在阿赖也是会献出七转士 对不对 七转士会不会熏 我们这个里面的士 那我们现在那个七因为还在执着 这些都还在执着 但一到六是不是就越来越降虎了 所以它的那种内心的力量 是不是改变了更加亲近 因为很多照做性都被指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极为平稳的像 是不是 我们如果打坐的时候 坐到最后 如果是出场 你看那五欲五概没有险起 我们那个五欲五概没险起 你就知道相对那个亲近 是不是 就是欲界的欲没险前 你就知道社界如何亲近 是不是 你凡是欲界里面的欲 在社界里面它是被想活 你就知道 那时候你不会被欲所触动的 那一个稳定欢喜 没有束缚 有类似解脱位的 那个不被欲所束缚的解脱位 是不是就出来 那你色受想行 是不是也是走这里 走到这里 心就是很稳定 所以他会看到六根可以开合 但他一直看到 这个是稳定的这一切四八四 因为其他的暂时辅助都不起来了 所以他看到这个最根源处 那从这个根源处就开始又耍花样 前面不是讲吗 光行已经够细了 结果一行八万大劫跑不出来 因为他没有更生气的烦恼 不 智慧 去看清楚他什么 他到底如何生命 就像我们现在眼光可以看得出的 以我们来讲 石头搬走 树叶扫干净 还有灰尘擦干净 再过来 再过来 再过来就没了 为什么 看不到了 细菌 这个你就眼睛再灯大也没用了 你只好怎么样 那显微镜或放大劲 很多地方你看不到 你的眼光就是穷尽你的眼睛这么 灯 灯 灯到最后答案也不会出来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更深细的智慧 你只观定跟会去看清楚 你大概就停在那里 所以你看 我今天坐在这里做八万大劫 看细菌长怎么样 细菌不会同情我突然放大 我这样你可以休息了 不会 你要怎么瞪他也不会出来 第一个你没用你的 你没有天眼 你没有显微镜 你看不到 所以为什么八万大劫 没有因种会果 他的知见不清净 加上他的止观不够生气 他就停在那里 所以就会在这里 他只好圆他现前的执着 然后就开始望推 他说望也望 实在也实在 的确依他的智慧真的是如此 问题是不是真 就像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 我不是这样讲吗 请问世间有哪一件事情 你是百分之百把握到的 其实没有 你是就你的认知去确定的 你其实你以我们现在的理性 我们都知道所有东西 我们都没有完全认识 但我们还没完全认识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他定位了 我们都生活在我们的定位里面 其实你都 他定他的 你定他的 只有因为我们定的是同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沟通的都可以 问题是看法 其实还是不同 这个东西好吃 其实感觉不同 他也觉得好吃 大家都觉得好吃 可是每个人好吃其实不一样 可是因为圆一个东西说好吃 那好吃我们有一个概念 所以这次煮得不错 大家都觉得好吃 其实不大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当我们以具体的境界 它的限量 但它却不能如理思维 因此这里面旁推就产生错误了 而且这种旁推 跟我们这种旁推不一样 我们这个旁推就乱想 反正你的认知变来变去 也正常 因为你从来的认知 都不是用很深细的观察 建立的结论 所以你的看法 变来变去 变成常态 这一类人要变不容易变 因为他是长时间停在那里 他是经过很深细的功夫 得到的结论 所以你要让他改 很不容易 你在讲的东西 境界都是他经历过的 虽然你佛法可以讲得很彻底 但你表现出来的所有东西 他很多都看过 尤其在深细的 比如说 你讲 比如我们讲圆起信空 他也认为圆起信空 有的人在空当中生断灭 有的人空当中生真常 可是讲出来都是圆起信空 这时候讲不知道怎么讲 但他认为你说圆起信空是真道理 我确定 可是他走到断肠去了 他也确定 问题他偏了 所以现在就是你走到细了 就是几乎没药可救 为什么 要么之前建立之间建立得很纯 那假如你的之间要建立没建立好 现在要再建立也不知道去找什么 加上你现在的境界也远超过别人 那偏偏这个境界你又产生错误执着 要问正之间找不到 有经验又没有 那不是实定 因为你就认定了 所以末法未来越来越难成就 是不是这样 标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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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越来越细论 像我今天在走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有时候在谈一个东西 你都无法谈到核心了 之前这些问题不是问题 都已经是问题了 所以光这些问题就把你的心完全遮在外头 你没有机会往下转 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是问题的已经是问题了 就是我们认为 因为做人就这样 不是 现在很多观念就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是这样 现在有时候有些观念很错谬 错谬到 在我们这一层里面 怎么是这样 那只有少数人的之间有问题 现在有时候有些错误观念 是在教育场合里面在引导的 小学有些东西 有些观念 会很奇怪 很奇怪 这个就发觉就是已经离我蛮远了 所以有时候觉得说 尤其是在我们某个环境里面 我们会觉得我们观念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落伍了 怎么现在观念变成这样 因为普遍都越来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大概我们落伍了 就这样了 结果有时候我们走出去外面 我才发觉我们正常的 还好有出去 不然我们快发觉 是好惭愧惭愧落伍了 一普遍 人家用观念还很正常 都是认为理所当然 做人应该彼此尊重该怎么样 他发觉还好自己正常 所以人如果掉到一个环境 都已经乱了 你也就 你又不是相当笃定的话 你家就乱了 好 我们来看 幼善男子穷诸行空 以灭生灭 灭掉行的生灭 而予极灭 精妙未圆 那个最究竟的极灭 因为他极灭什么 极灭的射受想行 但他的事有没有极灭 还没 他必须要再录 若以所知 知变缘故 因知历劫 以所知变缘故 就是因为 是不是一切万法 是阿赖也所限 对不对 所以一切法也归到此处 所以他发觉 其实法性本身是平等的 是不是 法性平等 所以浪有很多空气 水 水蒸气 其实他虽然很多花样 但无灰都是水分子 好 我们看 因知历劫 因他感知到的 他就立这个结论 十方草木 皆称有情 就跑出这个来 与人无异 草木为人 人死还成 十方草木 无则辨之 生圣结者 世人则夺 知无知子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长 树在长 我们会觉得 它有没有生命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像是有生命的 没错 但以佛法来讲 它是随众 随我们的 众生的工业在增长 这在增长 我们这个身体 你很有趣 我们这个有情 身体 是不是在长 但我们有情 身体在长 是靠什么 靠无情 我们的无情物 转成这样 无情物被我们的 吃吃吃就被化为 所以转过来的 我们的有情 众生执着的时间 这个无情 其实是随着 这个在余觉师弟论 因为太多 我一直都没找出来 除非我在一页一页翻 我大概有这个印象 其实因为我不是常讲 就是一个两舌的人的世间 两舌的人世间经常间隔 因为它是破坏和谐的 它把人家拆了 所以它的境界会经常碰到山 碰到水 碰到很多阻隔 很多事情 不容易携偶 不搭配 容易拆开 它的境界 撑啊 杀啊 这些境界经常会刺 所以一个人贪啊 会哭急 因为他夺 所以他的夜报 会感应他的世间 所以我们现在受用的 其实跟我们的夜报有关 那同样的一个夜报世间 个人受用还是会不同 所以在整体来讲 你就看你经常 所以有的人 他 前一阵子到国外去 他们就说 有些人生在乡下 一辈子 没出去 他们就活在这里 他们的夜报 你只感应在这一区 乡下 即便是一个先进国家 那有的人 他就是活在这里 他偶尔出去 大部分就在这里了 他没办法去感应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 其实跟你的夜报是相应的 所以包括这个世间 它是无情 但随众生业力在生灭 所以他化成这样的世间 所以整个世间像 有的人处在一个 哇 绿意盎然的地方 有人就生活在一个 这个很枯极的地方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夜报有关 跟这一群众生的夜报有关 好 那 他就 执着这个草木 就人死还成十方草木 那像之前有人众生 有众生一执着 他的一执着就是 像我们是吸收无情的东西 化为身体 同样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精神 也会互在无情物 以为自体 那其实是 有情生命 但因为他的执着 就互在生物上 就在那个外面 就像我们现在 因为执着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饮食 社界没有 但我们预计 是不是要吃很多东西 化为我们的身体 就这样 就是我们利用他 八四转 成为我们的社 那我们如果圆一个东西 就像 有卵生 私生 胎生 化生 他也是圆他而取 以为他生命之本 入卵 入胎 化 私生 就是这样 他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 也是愿他取为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无则变之 他就是认为一切 就是他没有加以抉择 有情无情 他认为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有能认知的 深圣节是人多知无知 因为其实他认为 无情是知 他其实无知 菩萨献泥 执一切绝 就是一个外道 他执一切绝 成取办理 所以有的人认为 我们讲的 有情无情 同源种子 是为什么 因为有情无情 所观一切尽 无会八四线 但并不是把无情当有情 不是把无情当有情 成取办理 弥火菩提 王师之见 世明帝 是 即原之心 他因为一切东西 一切法都变有觉知心 即原之 成虚谬果 因为他一旦认为这个东西 他就会 在这个事 物物上认为他有觉知 所以我们经常会跟这个天地 一切万物沟通 以为他是有灵知的 我们可以跟他互动 就得到这种衍生出 因为这样的虚谬心 然后衍生 以他为远的 虚谬向出来 我们到印度 他们说有三万多个神 我忘了 反正好像是三万多 如果要照分 那一天要拜几个神 很恐怖 三百多天 三万多个神 那一天就拜一个 一百个 然后就要一直拜 一直拜 什么都可以立神 其实这个味道 是不是就像火所说的 他随他认知就安利神 那这个本来没神的 就有鬼神户 有时候是没神的众生在这里 自己圣洁 就说有鬼神感应 这些东西出来 然后他的文化就集中在这里 虚谬国 是不是 我们台湾你看 碰到每次那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神的会 哇 那是绕台湾这么绕的地方 那都上百万人 我们红法都还没百万 那可以百万 大家赚轿子 干什么 这个 还为了抢神教最近又打起来了 类似这个 要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 成一个重要文化 好 唯一远远通 被涅槃成 生导之种 就是说这个 之而不知说之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颠导之 导之种 幼善男子 穷诸行空 以灭生灭 而以极灭 精妙未圆 若以圆隆 跟 互用中 若以圆隆 跟互用中 以德水顺 便于圆化 为什么 当我们这些差别性 越来越少的时候 是不是一切法的根源性 抓到了 抓到那个互通性 就是 就是我们找到一切法万法种子 是不是阿赖耶士 所以阿赖耶士是不是统合了一切差别种子 因为他就在里头 所以他可以生一切法 他可以让一切法回归 所以一切种子就又 一切法又熏灰种子 所以他是不是看到六根可能合开 融合 既能妙用 又能融合 所以如果我们一一根都是阻隔的 那我们会不会灵活应用 我们的静 心跟静不能互用 为什么 你隔开 眼跟额隔开了 六根跟六层隔开的 对不对 那诸多隔开 所以一旦隔开 我们讲说 当桌子跟黄金不一样的时候 你确定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很难把桌子变成黄金 因为你同时说 变成黄金 变成黄金 但你奢陈了 你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然后再说 把桌子变成黄金 我希望黄金 可能内心里面却说 哪有可能 桌子是桌子 黄金是黄金 你就把它缺割的 好 所以说 以德随顺 他能观察这个 对于在四经元明这个地方 他能看到六根的暗容 互用 所以他以德随顺 变于原化 他是不是很容易隆通变化 所以他变成 把这个东西 转这个东西 水变成火 火变成水 大变成小 这一切法性平等的 是众生妄想分别 才有这些虚谬之相 希望之相 可是当他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不被这个东西所 阻隔掉以后 他是不是可以变化神通 所以 变于原化 所以他就能什么 融通变化 变于原化 就是说 变于原化 一切发生 这个斗点拿掉 变于原化 一切发生 就一切法 他就可以让他发出来 生出来 并以原化 一切发生 求火光明 热水清净 爱风周流 观尘成就 各个从事 所以他会在某些地方 他会很精通 所以有的人 在这个地方熟 就是他很容易在 这种诸沉浸里面的变化 他就会各个从事 各个专注在一块 以此群臣 八作本音 立常注解 就是他观尘成就的时候 他因为他经常求火光明 他好以这个一切法 所以他变成 从这个摄像上 这个沉浸上 求火光明 热水清净 就灼这个东西 那各取他篇的 那发作本音 把这个东西当作 因为他看到这个变化的 浓通性 就是看到火的光明 看到有火变化的 广大光明 因为他可以周变化结 只是他谜而已 他可以看到一切都是光明的 一切如水 那个不是修那个什么三昧的 他入到他的房间都是水 是不是 他进入就看到都是水 他可以看到这个周变性 所以他就只取这个为究竟 花作本音 他看到自在以后 却又不能彻底周变这些的一个因缘 而就取一个法 看到火变一切 水变一切 地水火风变一切 就执一切法 以他为本 他偏看这个地方就以他为本 立常注解 是人则舵身无身子 四大本来是怎么样 四大是不是也是阿赖耶士的种子 你要知道四大是能造色 因为它可以组合出色来 组合出来的色叫所造色 四大叫能造色 其实是不是四大造色 在世俗地 四大为能造 造出色法叫所造 其实能造色 所造色 种子都在哪里 都在阿赖耶士 但他看到这一层以为 四大是一切色法之根源 或是一切火 一切都是火性 一切都是水性 他将这个水性 成为一个最根源的东西 他能成就一切法 因为他看到一切色法 都有火大 一切色法都有水大 其他的大都变化 但我偏观一切法都有火大 一切法都有 因为它是差别而已 任何东西都还是有它的温热向 还是有 只是温度不大一样 火大多不多 少不少 所以诸家舍坡 这家舍坡就是家舍 家舍它之前是外道 它是拜火的 并婆罗门 勤心一生 似火从水 求出生死 乘去办理 所以江舍之前是这样 后来佛跟他 杜华说 你这个不但不能涅槃 会造业 所以他把所有 公养火的这个 器具完全丢到河里去 他有很高的境界 但就是得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他这个错误卡在这里 他底下的禅定功夫很高 他禅定功夫很高的 可是当火一点开的话 就阿罗汉了 因为底下他已经 底下他已经降伏 所以这种禅定很高的人 他底下的烦恼已经降伏 他只要智慧一点 钱不破 就一下就阿罗汉 他没有真正过出过 二国三国 当下就阿罗汉 因为他前面的这些烦恼 已经降伏 只是他之间上失去错误 所以他就拜火 就拜火 求生而称其办理 迷火菩提 王室之间 世民地物 记着从事 迷心从物 立望求因 求忘记果 违远远通 被涅槃成 生电话种 就是这个本来 这个造化之理 在巴士是应援生 结果他把这个造化之理 原生之理给他倒过来 就颠话种 好 我们稍微也讲 待会再说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别 好 别 好 别